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咱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视频 已经比较少的谈到了俄乌地面战场的战事 现在咱们大概回忆一下最近的视频重点 乌克兰连续击录俄罗斯军机 乌克兰开启对俄罗斯本土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 乌克兰摧毁黑海舰队大型登陆舰 导弹舰 俄罗斯反对派军队攻入俄罗斯本土 马克龙表示的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 大家想想啊 上面这些是不是咱们视频中最多提到的内容啊 当然 还有美国的援武法案迟迟不能通过 什么时候通过的内容 不过这是政治方面的 当然 地面的作战少题 并不是没有打 相反打的还是很激烈的啊 但是战线的变化又开始趋于稳定 这说明俄罗斯在阿弗迪布卡之后的进攻动力 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那么从以上文字的表述中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样一个变化的趋势 就是俄乌战争的战场啊 正在扩大 战场的重点正在发生一定程度的转移 比如由地面向空中的转移 比如由乌克兰向俄罗斯本土的渗透 对 这就是大型的关注点啊 乌克兰在迅速消化了武装部队总司令 换帅风波和阿弗迪布卡失守之后 其2024年新的战场策略 正在变得更加统一 更加灵活多变 我们看看地面上建立并稳住自己的新的防线 空中打击俄罗斯的战机 从而遏制俄军空忧 这是希尔斯基负责的领域 无人机大规模越境打击俄罗斯本土能源及基础设施 俄罗斯反对派武装进入库尔斯克和比尔格罗德 以及在黑海对黑海舰队的频繁打击 这是布达诺夫负责的领域 获取更多的外交支持 欧盟的援助资金 马克龙的不排除出兵说 以及捷克总统帕维尔的炮弹拼团等等 这是泽连斯基负责的领域 大家看看这三个人负责领域的持续热点 是不是说明乌克兰已经暂时度过了 换帅带来的风险和危机 并且已经在新的战场策略上取得了内部的一致 并且已经初见成果 这些所有的成果在大胸看来 与以往最不同的就是 俄罗斯终于在自己的本土上迎来了战争 求人得人 求垂得垂 尤其是这种俄罗斯本土开始迎来的战争 不是单一的某种打击手段 也不是昙花一现般的战术测试 而是孕育着一场后机勃发的 新的战场的开辟 大规模无人机打击俄本土 和俄罗斯反对派武装进攻俄本土 相互呼应 无人机的打击虽然规模很大 频次也很多 但相信大家都能够看出来 这还只是开始 俄罗斯反对派武装进攻俄本土 会不会像2023年那样昙花一现呢 至少布达诺夫不认为这样 在刚刚接受的采访中 他这么说 毫无疑问 他们正在大踏步的前进 他们不再只是团体 现在他们是一支力量 现在有很多人 他们一起行动 我们接近在俄罗斯联邦 应如何转型的 共同愿景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许多俄罗斯反对派力量 无论是俄罗斯境内的 还是目前暂时在国外的 都将加入他们的行列 布达诺夫表示 乌克兰情报部门掌握的信息表明 这些俄罗斯运动的代表 不打算很快结束 并将尽其所能 自2022年2月24日 日事件发生的第一天起 他们就一直在帮助我们 他们是优秀的战士 他们在乌克兰许多最热点地区 进行过战斗 我们将尽力帮助他们 尽我们所能 布达诺夫说 上面这段采访 布达诺夫的表述 有三个重点 其一 他们不打算很快结束 其二 我们将尽力帮助他们 尽我们所能 其三 乌克兰已经在让普京失去权力 这个共同愿景下 和反对派武装达成一致 上面三点是大雄解读出来的 还可以进一步的脑洞 不打算很快结束 这个意思大家都明白 就是会持续战领 持续骚扰 但是 我们将尽力帮助他们 尽我们所能 布达诺夫这句话 背后的意思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乌克兰军队 也将逐渐开始进攻 俄罗斯本土 还可以进一步的脑洞 布达诺夫说 不打算很快结束 这句话的依据是什么 或者说他凭什么 敢于如此对公众宣布 不打算很快结束 布达诺夫能够这么说的依据就是 相对于2023年 俄罗斯在国内边境地区的防护力量 更加薄弱 俄罗斯志愿军团等等反对派力量 更加强大 这就是这几天 大雄经过深思熟虑 得出来的结论 从3月8日开始的大规模无人机打击 还没有停止3月17日 也就是今天早上 乌克兰继续延伸无人机打击 早上 武汉无人机打击了莫斯科的多莫杰多沃机场 引发机场火灾 现场的俄罗斯旅客陷入了惊慌失措之中 由于打击太突然了 莫斯科不得不关闭了所有的三个战场 3月16日晚 乌克兰攻击无人机对俄罗斯 萨玛拉地区的俄罗斯石油公司 另外三座烈油厂 新古比雪佛斯基 古比雪佛斯基和塞兹烈油厂进行攻击 三座工厂每年总共加工 约2500万吨石油 几乎像俄罗斯联邦列有总量的10% 今天凌晨 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仅仅隔着一座客室大桥 与克里米亚隔海相望的 斯拉维扬斯克纳库巴尼的疗场 遭到了至少8架无人机的围攻 看我们经常引用的俄罗斯著名军事频道 莱巴力量的描述 昨晚 俄罗斯八个地区遭到 乌克兰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 和以前一样 基辅政权的袭击目标 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关键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 乌克兰军队继续炮击边境地区 不幸的是 造成了贫民的伤亡 在比尔格罗德 一名16岁的女孩 在FU打击中丧生 她的父亲受伤 有4架无人机袭击了奥克加布尔斯基村 民防受损 说明一下 对斯拉维扬斯克 库巴尼疗场的打气 燃起了大火 不止现场的照片和视频 就是在卫星上也可以清晰看见 而另一方面 俄罗斯反对派武装 在3月12日进入俄罗斯禁令后 尽管被俄罗斯国防部声称 已经多次剿灭 但是直到此时 还在继续的炮击比尔格罗德市 俄罗斯本土 现在开始燃烧 看看下面这篇转自网上 某博主的信息 燃烧的俄罗斯 3月17日 俄罗斯自由军攻入 并解放了比尔格罗德州 戈尔科夫斯基村 俄罗斯 比尔格罗和库尔斯克地区 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战区 俄罗斯自由军团 志愿军团和西班牙军团 向全世界表明 侵略国的边界漏洞百冲 无法控制自己领土 3月12日 西极的第一天 俄罗斯志愿军 俄罗斯自由军团和西班牙营的战士 就控制了俄罗斯边境 约40平方公里的区域 当地居民现在正在逃离 发生战斗的地区 没有等待当局的帮助 俄罗斯志愿者成功地 抓获了联邦安全局的边境部门 和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数十名军人 粉碎了俄罗斯宣传部门 声称的已经消灭他们的谎言 现在俄罗斯联邦当局认为 一切都会很快结束的算法呢 并没有实现 俄罗斯人将看到普京政权完全失控 软弱无力 内部摊牌开始的景象 此外 该政权可能无法在莫斯科之旅中幸存 每个人都非常了解这一点 俄罗斯志愿者诚实地警告边境居民 最好离开危险区域 俄罗斯志愿军 俄罗斯自由军团和西伯利亚营的战士 多次在某个时间宣布 建立人道主义走了 但俄罗斯当局并没有帮助他们的同胞 甚至没有宣布撤离 这里大雄说明一下 自由俄罗斯军团的确宣布 给比尔格勒德的居民撤离城市 开辟了人道主义走了 时间是从前天到今天早上七点 但是由于撤离的人太多了 据说有七千辆车离开 并且形成了交通堵塞 所以自由俄罗斯军团宣布延长24小时 本次袭击和去年自由军团 进攻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这次自由军团配备了 大量的无人机电子装备和重型装备 并且摧毁了俄罗斯边境的大型弹药控 大型的视频监控系统 各类装甲车等等 并且明确俘虏了俄军人员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俄军已经开始兼蔽轻野 通过坦克炮火 摧毁俄罗斯人自己的防目 就和在乌韩战场上一模一样 顺便说一下 昨天俄罗斯真理报报道 国防部长邵一谷参观了黑海舰队指挥所 邵一谷的讲话也很有意思 他鼓励黑海舰队努力提升作战能力 要求在舰队要坚持出航训练 不能只在港口内躲避 把舰艇分散在辽阔的黑海 让乌韩水上无人机找不到 烧鱼谷指示要增加潜水作战能力 这个烧鱼谷也真是奶壶不提开奶壶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现场视频中 黑海舰队的指挥所怎么竟然搬到了地下掩体中去了 各位老铁啊 谁来说说这是咋回事 难道舰队总部被炸了一次 就不敢上地面开会了吗 扯远了 咱们回到正题啊 对于今天咱们视频的内容 泽伦斯基做了一个总结 许多人已经看到啊 俄罗斯的战争体系存在漏洞 而我们的武器可以触及这些漏洞 我感谢乌克兰武装部队 乌克兰安全局和情报总局赋予乌克兰新的远程能力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将始终拥有我们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 感谢所有为乌克兰而战 工作 为乌克兰胜利奉献一生的人 他一定会赢 我敢肯定 荣耀属于乌克兰 俄乌战争开始的一小时22分钟 零753天 俄军战损 人员损失超过43万人 与此同时 俄罗斯现有的前30个大型料场 已经有14座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 所以今天贵求打赏 恳请宽裕的朋友啊 给大雄一些打赏 做视频已然不足以活口了 最近呢 因为俄乌话题日趋敏感 视频被大量黄标 流量也急剧下滑 所以恳请大家能多多支持 国内的朋友可以扫频道主页的赞赏二维码 进行打赏 在此啊 大雄向大家表示真挚的感谢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